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我是吴彦林 受到高空反洋船的影响,今天天色不错,见不少阳光 所以下午都挺热的,很多地方的高温都去到33度左右 至于雷达图像上面可以见到一些比较小的回波 就与高温触发的就与有关 在大范围的卫星运图都可以见到 华南的天气都不错,是沿岸有些高温触发的对流云团 我们预计明天的天气都是差不多 今晚去到明天,详细的天气预测就是 大致天晴,大局部地区有骤雨 明早最低气温大概27度,日间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,新界再高2-3度 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 在电脑预报图可以见到 之后两三天,高空反应船仍然会覆盖着华南 不过由于广东沿岸的风势会比较微弱 到时候天气都会几热 而且有高温触发的骤雨 所以展望方面,我们预计 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去到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 多谢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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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